分享成功的经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是令人很兴奋 富裕人生邀请您一同加入饮料华尔街 大家好欢迎再次收看饮料华尔街 那今天这个行情呢各位指数是没什么变动 但是我看盘面很多股票 都出现比较严重的一个拉回 你看这个指数还在季限之上 但是你会发现旁边上很多股票 比如说像太阳能 这个茂迪这样跌停 那你看到这个4967的实权 这个也跌停 所以今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可能很多人还摸不着头绪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指数明明没有跌 可是呢这个正好行个股直接跌那么重 那我想很重要一个原因 应该有一些主力大户在猜想这个明天 美国的CPI 往上公布嘛 预测值是5% 那可能有人比较担心 会不会又死灰复燃 变成说往上走 不是往下走 往下 当然是最好 但是现在市场比较保守预估 就说前值是5%嘛 那现在他预估呢 这一期的数字呢也是5%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市场可能会解读说 可能通膨降不下来 连准会可能要再 加大力道去做升息 对不对 那这样来讲 然后股票市场就比较不容易涨 好 我们比较怕这个 所以有一些大户会担心 那怎么样 赚太多的 趁现在财报利空 他把他卖一卖嘛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 他公告第一 第一季赚多少钱 他第一季赔0.54啊 根本没有赚钱啊 对 但是为什么股价 可以今天可以涨3倍多 所以这就不太合理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不合理的情况下 你涨那么多 他就会出现一个快速的拉回 那他 既然在高档会呈现这种快速拉回的时候呢 大家会比较担心 担心什么 担心是不是 其他相关涨多的股票 他一样有这个问题 像803的雷虎 对不对 这一度达到跌停板 对不对 营收你说有没有很好 其实也没有很好 但股价来讲的话呢 这么飙 所以这个就有什么 所以的连锁效应 他会不断的去反应出来 然后造成今天很多盘面上的股票 像亚航也是过去很强的 对不对 现在达到跌停板 亚航你看过去飙不飙 都很飙 所以他不是一档的效应 他是好多档都这样子的时候呢 那主力大户呢 他就会比较害怕 干脆怎么样 我现在账面还是有赚嘛 算多赚少的问题嘛 今天跌停我顶多少赚一根10%而已啊 但我还是赚钱嘛 所以他就把他砍掉 砍掉之后呢 这股票就拉回来了 但是 我讲了 这一波 今年这个行情 他不会那么快结束 我敢跟各位讲 今天很多跌停板的股票 过几天又会涨停创新高 你信不信 为什么 因为这一些 今天加速拉回的这些股票 他都是 上半年有题材有梦想的 这些主流股 那这个主流到了下半年 会不会就消灭了 我跟各位讲绝对不会 因为今年来讲的话 你会发现 很多的主流股 比如像军工 像AI 像伺服器这些股票 他在反映什么 他在反映 下半年甚至明年才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他股价才敢这样子涨 那也就等于说 下半年 所谓的军工 所谓的AI 这些题材 他不灭嘛 因为他后面才发生嘛 所以你越靠近他的时候 这还有题材炒作空间啊 只是说短线股价炒太凶了 涨太多了 他必须要怎么样 他必须要做一个拉回嘛 但是你回过头来看看 到最后 市场要反映什么 我想绕了一大圈 回来还是这些东西 今天你在做股票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发现绕来绕去 就是这些股票 那这些强势股呢 散户投资朋友要跟 也不是那么好跟 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涨的时候 你不敢买 急杀回来 你不敢买 然后 在急涨的时候 你可能去追高 那主力大户就看准这个心态嘛 反正急涨我就给你 急杀我就接回来 他反而是跟着你倒着做 所以有一些强势股票 很多人都很纳闷 我明明买了 可是为什么还赚不到钱 对不对 因为你被这群主力大户 心态已经看透了 他知道 一般散户投资朋友怎么想 所以他倒过来做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华晨 华晨今天也跌嘛 对不对 但对我们来讲有没有差 没有差嘛 你今天跌 今天跌是因为昨天涨停嘛 今天早上还创新高的跌嘛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持有够低的话 有差吗 其实没有差嘛 懂我意思吗 甚至我们账面价值还比前天还来 前天还来的更高 有关系吗 根本没有关系嘛 为什么 因为买的够低嘛 我们在震荡别人不敢买什么 我们敢买嘛 我在去年12月底 我跟你讲了 今年除了会翻身会翻一倍 这是长线一倍的股票 现在我是说到做到 华晨 我当时跟你讲你也不相信 拉回到70几块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 已经看到三位数了 对不对 当时盘中我还盖子给你看 我说K棒长这个样子 当时在哪里 就这一根了 你现在回过头看看 所以你会怕吗 因为你加上已经拉开了嘛 当他拉开的时候 短线的5%10%对你来讲 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这是震荡过程里面 必然会出现 所以你做股票 你现在要做成这样子 你只能够从产业面去做下功夫 找到真的下半年会继续成长的股票 你买的会比较安心 你只能够从产业面去做下功夫 懂我意思吗 当你有这样个股的时候 今天这种涨跌 今天拉回来 会不会怕 不会怕啊 因为我们知道这是长线题材 这拉回过会不会创新高 你自己慢慢看 这边有没有拉回过 有 拉回过有没有创新高 还是创新高 所以今天拉回大量区 有没有 我讲的量价不会同时到到底 今天最大量也最高价吗 不可能 慢慢看 慢慢看 这个后面 整个相关的题材都还会持续发酵 懂我意思吗 所以 整个电力概念股的部分 你要特别注意 有一些股票 他会开始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强 那 有一些还没涨到 是还没注意到的相关的概念股呢 他就有机会 去持续做个反应 最近原来股票慢慢从低档电上来 这叫3202的化成 这个你看起来感觉好像涨很多 对不对 但是你从他的这个量价来看的话 这量是慢慢放大 之前都很低量500多张而已 到现在这个地方 突然加速了 量出来咯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这边 这个有人进来了 懂我意思吗 有人进来了 这边在多空交战 那 他有什么题材 他有电力相关题材 对不对 他跟四季刚成立的化成 四季 然后呢 他又有这个所谓的太阳能 防腐蚀的涂料 这个我来讲的话 后面来讲的话呢 随着时间的经过 应该都还有不错的一个反应空间 这种股票我觉得 在整个电力概念股的部分 要特别注意 懂我意思吗 电力概念股 其实还有一些 大家没有注意到的股票 这都是方向都可以留意 所以今天很多股票拉回来 我讲了 在这些强势股当中 一定有一些是被错杀的 你信不信 你会说老师 他们这个整个四月份 业绩不是很好 对不对 那我请问大家 现在台湾 会不会偶尔 哪里又会跳电一下 会不会还会吗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是 政策题材 政策面的一个东西 他还会慢慢的开始 让营收越来越强 他不是现在所有东西营收都兑现 你懂我意思吗 他会慢慢的 所以这题材他不会改变 包括很多股票像什么1609的大雅 这个也是拉回来 对不对 有没有机会 1513的中心店营收很烂 对不对 我跟这些股票拉回都是机会 今年这些股票 1503市店 有没有 这种拉回都是机会 他不会直到这边而已 因为整个台电的商机 我跟各位讲 是你无法想像的那个金额 而且现在很多人在投入 要来做这个东西 所以电力有关的股票 他未来来讲的话 还会持续的发酵 所以华城呢 股价的部分 慢慢看 今天拉回来了 对不对 昨天涨停今天创高拉回来 很合理 短线我讲一定会有很多隔日 我昨天就讲了嘛 昨天华城涨停毛 跟你讲你先不用太开心 我讲一定会有很多隔日充当中的进来 对不对 我讲先让他们充一下 至少他把股价先推到一个新的记录 那就好了 这个新的记录 出现了之后 短线是压力 但是过了之后就变支撑了 就跟前面这个地方一样 当时103 会是压力 但是103过了 就变支撑了嘛 他反而就是越电越高 越电越高 所以当一堂股票 你长期持有的时候 你用波段操作的时候 那很多短线上的一些疑虑 你都可以把它撇除掉 那抱越久的 我跟各位讲 未来就有机会赚越多 所以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说 要去找还有没有机会像华晨这样子长线 有机会反应的股票 所以我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也送给各位 这个所谓的见机 对不对 我讲了 恭喜大家金雨喷出了 有没有 下个礼拜佳人天下见机 我让你大专报的美人归 这是2月17号 送给大家的股票 3046见机2月17号在哪里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2月17号的见机 在这个地方 够低了吧 在这个地方 起掌点 送给各位 起掌区送给各位 对不对 后面是往上喷 当时这边才50几块而已哦 你看今天已经87块了 然后这个拉回过程里面 该送的 该送一次的 我又送一次了 创高之后 我们也调节了一趟 近期拉回来 关键时间点 来各位 我说财报黑马二号 4月份 营收年增300% 第一季的EPS0.7 对不对 年增多少 年增62%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当今天盘不好 很多这种新的股票在杀走 他是有办法走逆势创高的 那当然而然 隔日冲很多 他凯基台北买了一堆 今天让他冲一冲 合不合理 合理嘛 至少他今天把价格已经推到 近期的新高价 所以 这边来讲 当时这边是压力 这边是压力 那现在已经变成支撑了 懂我意思吗 所以他会慢慢的推 慢慢的推 慢慢的推 这种股票 因为他股本小 所以当中格总很爱 那没有办法 他必须 会呈现这个样子 上下洗洗洗洗 但最后的股价呢 还是创高 今天875 我最早送给各位52块 今天87.5 有没有 我们要掌握到的就是像 华城像建基这一种 长线比较有爆发力道的 短线你要怎么刷都无所谓 对不对 所以我在昨天节目里面 我跟各位讲了 五月的黄金标股 我讲这样股票 我打开来一定可以做联想到 这是你不知道的题材 你现在营收也还看不到 但是我想接下来就会跳针 有没有 我请你先卡位先赢嘛 这档股票 哪一档股票 4503的金鱼 对不对 今天金鱼的股价呢 你们自己看 够强了吧 很多状行股拉回哦 他历史喷出 这样股票你默不陌生 你不陌生 因为上次我送过你一次 我也请你做了一趟 大概这边的时候 对不对 是不是喷出去 那拉回了 拉回了 拉回到这个地方了 我再送你一次 先卡位先赢嘛 今天金鱼强不强 你刚早上怎么开的 对不对 慢慢看哦 他今年的因为跟化汉的关系 所以他未来会接到Google相关的订单 Google的这个伺服器有关的那个机壳 因为他是做自动贩卖机的嘛 那个箱子壳的部分 他本来就他的强项 那伺服器也是那种箱子壳 机壳的部分 有没有机会突然转型又切入到这个区块 一定有机会 今年在整个伺服器机壳的部分 你看像银帮银帮股价 从八十几块上来涨到200多 为什么 就做伺服器机壳的嘛 所以呢 810的这个 秦城然后3013的成名店 因为这些题材都涨 都涨上来 那现在这个可能也要切入啊 透过化案的关系 他们可能合作 切入到这个区块 所以最近来讲股价有没有注意到 他已经先动了 这种先动的 我之前有帮各位掌握到的时候 我讲的他是 军工 隐藏版的军工概念股 为什么 因为台湾很多营区阿兵哥 你在当兵的时候 我们的时候最放松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抄了一整天之后 有个时间 拿个十块的硬币 十块二十块 投个饮料来喝 各位 我现在我跟你讲 你可能 你没有当过兵 你很难想像 那种投饮料的快乐 那天气很热 如果冰冰凉凉的东西 可以投一下 很舒服你知道吗 你没有当过兵的 你会觉得 怎么可能 我叫我饮料 我叫个UberE 付Panda送一通就好了 对不对 营区里面管制很严格 你平常是没有办法喝到 就是放放风 休息时间 去投个饮料 吃饱放一投个 我跟你讲 那个真的是很不一样 但是呢 因为现在这个 营区里面也改成 所谓自动贩卖机 但自动贩卖机呢 以前 如果中国在做的话 他现在又怕什么 国安问题 如果里面偷装一个摄影机 怕不怕 会怕 所以一定要找什么 找台湾厂商制造的 相对安全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他有接到一些订单 再来在充电桩的部分 他也有琢磨 像Gogoro 电动机车 现在台湾很多到处都有 对不对 Gogoro那个 你那个电池插去之后 有电的会弹出来 那个设计 Gogoro当初在找厂商做的时候 没有厂商设计的出来 只有金宇设计的出来 所以后来金宇呢 就接到Gogoro大订单 现在几乎要去越南 东南亚做的话 也是找他做合作 所以这个长线来讲 他其实本页有些题材 就有些转机出来了 这转机动能也很强 那如果接下来又 又搭到所谓的 Google的相关的伺服器的话呢 我想这个机会来讲 应该会更大 所以为什么最近股价呢 又开始转强了 对不对 那第一时间我该送的都送了 今天盘不好 很多股票开始跌 但是你会发现 我给你的股票呢 他一样喷出去 所以这个盘有没有机会 我个人认为还有很大的机会 他并不是说 好的也跌 坏的也跌 今天你会发现 其实有一些好的股票 他一样继续涨 因为盘 并没有跌很多 只是说很多壮型个股 尤其前一阵子强势的 都出现比较明显的拉回 比如像连宇啦 像大雅啦 光洁啦 对不对 支通啦 祝隆啦 军工概念股 雷虎啦 都跌都跌下来嘛 包括像什么绿能概念股的热市绿能啦 有没有 今天军工电力很多都拉回来 但我跟各位讲 这不代表结束 他是一个新的机会 你要从这些股票里面去掌握到 真的未来会跟华晨 会跟金宇 会跟建计一样的股票 就说他是有东西的 他不是梦而已 现在很多股票涨上来 他就是因为族群性题材的包装 那 一样 我跟各位讲 所有人都语入君章吗 也不见得 对不对 就像 你们 小孩一样 班上所有的同学 都可以考100分吗 不见得 一定有人考100分 有人考 可能60分 不及格 一定会有这些嘛 所以 这个班你说很强很强很强 就算数理之优班 这些人都是高台生很强 但他至少还有什么 还是会有一个分数的高低落差 所以呢 相关的族群概念股也是一样 你说军工很好 电力很好 但是呢 在整个里面 受惠最多的 跟受惠最少的 还是有 还是会有一些差别 所以你尽量去找什么 找这个族群里面 真的有实质受惠的股票 他未来的股价表现呢 就比较容易会找 他就会跟建基 跟1519的这个华晨一样 就比较容易会涨 你懂我意思吗 为什么现行上你来看 华晨 跟1513的中心电 来比较 感觉起来华晨比较强耶 对不对 中心电已经好像已经拉回到 大概90分的位置 但是华晨你会发现呢 还在哪里 还在95分以上啊 对不对 差别就差在这个地方 你要找到就是真的实质会受惠的股票 那这一些拉回的股票 今天很多的军工 今天很多的这个儲能 今天很多的这个电力干净股 全部拉回来了 那我跟各位讲 这是大家的机会 你要好好把握住 前一波你不敢买的 你就要好好的把握住 我今天我还跟一个朋友在聊 好一段时间没跟他联络 我就问他一下最近做的怎么样 他说好难做啊 做不好 他说 这个涨都涨了一些 对不对 那些股票呢 有的时候去追 他就追在高点 然后把他杀掉他开始涨 他说你就把他倒过来做吧 对不对 这种急杀的时候就是好的机会 那涨的时候呢 今天就不要乱追了 你等拉回或急杀出现在去买 我想一定可以 赚得到钱 所以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吧 急杀下来了 很多强势股急杀下来了 我跟你讲 拉回你不买啊 你又追涨停板 你信不信 很多人看我节目在做划成 一样都有这个毛病 就是 这样股票毕竟会有一段时间 几乎都在休息 所以大家会 比较聪明的做法想说 等他休息完再来买 你等他休息完 出现了一根急涨 很多人就跑去追 但是最近来讲的话呢 你追不见得讨到便宜 像这个很多人追急涨 隔天呢 一跳空下来 吓死了 趕快砍出去 结果又急涨 阿其他你又追 最近又拉回来 对不对 你就比较 不容易去掌握嘛 所以我说各位你要去怎么样 掌握到他一个 比较不一样的做法的一个买卖点 这种股票就是拉回要做买进 好 拉回你不买 后面喷出去呢 你小心又追在掌停板 所以今天很多主流股票的拉回 我跟各位讲 这是绝佳的机会 就像我跟大家讲的金鱼一样 有没有拉回 有拉回啊 但是你要关注嘛 你关注时间点到了 有没有他就有办法喷出去嘛 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的一五一九的 华城也是一样啊 你要找的是这种比较长线的 而不是追 像昨天这个这个华城很多人掌停板追不到 今天跑去追 有没有追到八七点五以上 一定有 逃得到便宜吗 逃不到便宜 好 今天反而是怎么样 你有去放空的你有赚到钱 我也恭喜大家 好不好 这个早上拉拉不上去 好很多人在头大了嘛 因为这边一定是很多 想要当充复制昨天模式的 对不对 想说买完可以掌停板充掉 就充不掉了 尾盘砍出来 一定是这样子 那你说他有问题吗 他没有问题啊 他股票还是很好 他公司还是很好啊 那就是股价的反应嘛 短线的反应嘛 因为你做法不对 所以你问题就大了 所以你要做什么 在急杀的时候去找买点 今天很多股票急杀下来了 我相信有一些股票 明天他可能还会有半根的空间 或者是盘下一点的空间 他有可能出现之后 接下来五月份 就是他的一个低点 他再也不会回到这个低点 所以你要利用 这个拉回的时间点去注意这一种 接下来有机会的股票 这样想不想知道 我跟你讲 这张如果你买到的话 后面会怎么样 后面我跟你讲 他一定会跟华晨一样 好 华晨当时也是趁拉回 我送给大家 拉回这边拉回来送给你 后面又喷了一段 这两股票的拉回买点 你掌握住的话 我跟你讲 接下来小心哦 他可能又是50%起跳 你不要觉得不可能哦 这个拉回过后有没有50% 有吧 有吧 对不对 这拉回到这里之后 再涨上有没有50% 有哦 这边当时是不是也是 类似今天这种情况 就很多中央群歌舞 突然出现活力卖压 对不对 但后面你来看呢 又喷出去了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主流还是主流 拉回你不买 小心接下来又是涨停板 趁他还没大涨喷出去之前 跟华神一样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跟我布局 打带他进来 这两股票 送给各位 全民抗掌大作战 888抗通膨专案 让您轻松的负担 帮助您快乐的赚钱 抗掌专线02-8511-3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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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 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 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页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 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02-8511-3366 8511-3366 顶页投顾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分享成功的经验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很兴奋的 富裕人生 邀请您一同加入 硬料 华尔街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现场 各位好把握 这一波我跟各位讲主流还是主流 拉回你不买 小心又追在涨停板 那涨停你去追 小心又砍在急刹的时候 所以这个盘 一些强势主流股只能操作 倒过来做 急刹反而是好的买点 今天很多都拉回来 拉回来这里面很多是黄金 要特别特别注意 你不要等到这些股票 突然之间又喷出去了 你再问我说 啊华生可不可以买 对不对 喷那么高了 70几块请你买你不买 现在已经100多块 对不对 3016的建基 50几块叫你买你不买 接下来又80几块 趁拉回 趁拉回 全力买进 这一档 这一档 主流还是主流 拉回请你买进 把电话拨通这张股票 直接 送给各位